你好,我是双眼贸易业务部组长,我叫演员新之助 当小新成为上班族,逼就改不掉睡懒觉的毛病 美牙每天还得辛苦送她去挤电车 妈妈停车 你好,我是双眼贸易业务部组长,我叫演员新之助 一番折腾之下美牙被累得半死 这家伙真是太费妈了 随后来到公司,经理看到小新今天居然没有迟到 忍不住夸了几句 小新不以为然提醒别把她当成小孩 因为自己已经是社会人士了 紧接着遇到优美的夸赞 小新立马回归原形 你今天没有迟到啊,真是了不起了不起 再多夸我两句 你好厉害啊 片刻之后还有优美亲自调制的热咖啡 看到小新享受这般待遇 一旁的窗口吃了一大波狗粮 随后两人准备外出和客户经理见面 一旁的女同事纷纷上前欢送 看到小新如此受欢迎窗口无比羡慕 你就是因为这么没出息 才会永远只能当小职员 接着小新询问三点之前能不能赶回公司 窗口还以为小新是要开会表示没有问题 随后来到客户公司 窗口忙着和客户经理商谈项目合作 然而小新却在一旁呼呼大睡 接着小新醒了过来 看了看手表快要三点 这点心的时间到呢 我要赶回公司 其实现在还不到两点钟呢 我的表好像快了 窗口让他再等一下 保证三点前一定能回到公司 我不其然在窗口的努力下 小新在三点前准时回到公司 公司的女同事争先恐后 献上资质的小点心 这把一旁的男同胞看红了眼 一天很快就结束了 小新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时 窗口过来表示下班时间 才是社会人士快乐的开始 为了满足窗口的意愿 片刻之后小新带窗口来到酒吧消遣 没想到小新居然是这里的常客 老板娘立马去把小新上次 还没喝完的东西拿出来 小新喝醇的不加任何东西 窗口则要加冰水 下一秒窗口瞬间惊呆了 原来小新喝剩的是牛奶 我的都是水 谁叫你要加什么冰水吗 男人就应该喝醇的 这样才够尽 就这样吃饱喝足后 小新很晚才回到家 结果还是躲不过被美牙一顿胖走 真实在 我买谁都是牛奶味 我管手还这个时间 都不应该上床睡觉了